這個腳就是什麼時候 那時候還上班 上班跌倒 那時候不用拿棍子 不用拿東西 都可以走的了 現在年紀大一點 就差一點了 這個腳是鎖上了螺絲的 現在可以一天走兩次 早上我安排自己 早上走一次 下就走一次 站起來就沒問題 但久不久 我們老知事在哪裡開會 兒子都推著連儀跟我去 我一步步行都行 但時間太少了 影響別人就不好 香港全國青年協會 霍啟江做代表主席 做了一段片 有個婆婆坐輪椅都要彈起來 好像神打上身 我覺得找老人家出來 做這些極之無謂的做法 要顯示愛國的精神 是相當之低級趣味 這件事我說他們是瘋狂的 因為國歌的事 人人都尊重的 我們老戰士 原來會有活動 有活動 我們當然要參加的 我們走得到那些親人 推著去的 他們這樣做就是不尊重那些老戰士 不尊重那些中國人民 我告訴你 那些反對派這樣做事 當然不代表我 關他們什麼事呢 我們香港人大多數都是 擁護國家 我們有我們國家的尊嚴 起立 肅立起身 唱歌歌 人人都可以唱的 是不是 他們這樣反對不同意 我們他們就不是中國人 說你聽 說一句話就是 是故意來威迫我們的事實 目的就是想反對香港 真正愛護國家的人 他道歉道歉他自己的事 他如果真正是一個中國人民人來說 他以後做事要真實一點 不要在那裡威迫事實